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存货最后一讲内容的学习 本小节涉及到两个考点 一个是存货清查 另外一个是存货减值的内容 相对来说内容不是很多也不是很难 一起看一下 为了反映和监督企业在财产清查当中 查明的各种存货的盘盈盘亏和回损的情况 企业应当设置大处理财产损益科目 那么盘盈是不是就是多了 就是我们实际上有的比账面上的多 这叫盘盈 那盘盔就是实际上有的比账面上的少叫做盘盔 再亦或者是比如说天上掉下来一个雷 把咱们的仓库给它炸裂了 那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存货的损失 我们去清点一下 看看存货回损的情况 回损也是少了 好继续看 企业应当设置大处理财产损益这个科目 这个科目您陌生吗 不应当陌生啊 我们在最前面讲库存现金清查的时候就有提到 库存现金清查的时候 不论是钱多了还是少了 都要先放到大处理财产损益这个中转债里头 然后等着经过批准之后 再去做进一步的处理对吧 现在到了存货的清查也一样 不论存货现在是多了 那就是盘盈 一或者是少了 少了就是盘亏啊 回损啊 照样应当是先给他寄到贷处理财产损益当中 怎么寄呢 仍然是少了借多了贷 如果现在是盘亏或者是回损 那么就少了呀 少了从借方少 接下来如果说多了 哎我盘云了 多了多了从贷方多 另外呢 我们在前头讲库存现金清查的时候就说过 如果说现在是少了 先寄到贷处理财产损益的借方 等到批准之后 是不是就要反向出现 所以是盘亏的转销金额从贷方走 同理如果现在存货是多了 比如说盘云 那先是多了 寄入贷处理财产损益的贷方 接下来等到经过批准之后 是不是就要盘云转销 就从借方转销就可以了 好 企业清查的各种存货损益 应当在期末结账前处理完毕 期末处理之后 这个科目就没有余额了 它只是一个中转站形式的存在 处理完了之后就没有余额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相应的账户处理 首先是存货盘盈 盘盈就是存货多了 好 现在看一下啊 一旦多了的时候 借 比如说我们盘盈的是原材料 那是借 原材料 好 原材料增加 在借方增 盘盈了多少呢 假如说盘盈了100元的原材料 那单位就是原100元的原材料 多了 贷应当寄到贷处理财产损益的贷方 而且咱从如实反映的角度上 原材料现在确实是多了呀 原材料增加就是在借方 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是经过批准之后怎么处理 注意 存货如果盘盈 批准之后的处理 只有一种 就是寄到管理费用当中 那为什么呢 因为存货不会无缘无故的多 您别说这个 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棵果树 那这个果树还可以自己再长这个果子呢 那那是属于这个生产性生物资产 这跟这里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说咱正常提到的这些存货 它都是死的 那你想它能够自己变多吗 不可能 咱这个仓库也不是个聚宝盆 东西不可能自己多 如果东西多了 肯定是之前数错了 那什么意思 比如说原来采购进来原材料的时候 假如说应该是这个2000块钱的原材料 我们当时入库清点的时候 我们就点了一个1900块钱的原材料 那当时少点了100块钱的原材料 在之后的清查当中给它找着了呗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那您就可以理解为 就是我没管好啊 我原来数错了数 导致现在呢存货多了 涉及到管理相关的 寄到管理费用 但是注意一下啊 现在我们是不是经过批准之后处理 贷处理财产损益要反向出来 之前是多了贷 在贷方 现在肯定是从借方出来 另外一方补上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属于损益类当中的 费用类 费用类借加贷减 它在贷方实际上表示的是减少 为什么这块你也可以想一下 费用应当是你涉及到有一些支出 或者是相应的一些花费 或者是相应的一些损失的时候 应该给它记载借房 但是现在这是什么 现在这是多了 我们不仅没花出去钱 是吧 你的费用没增加 而且还少了吧 因为算是多回来了吗 这个时候是管理费用在贷方减少 您要是觉得这样特别不好理解 也没事 您就记着 代处理财山损益肯定是反向出来的 另外一方补上管理费用就可以了 好 一旦存货盘盈 那就是原来没说好 那么没管好的话 寄到管理费用当中就OK了 接下来再看存货盘亏 及回损的账务处理 不论是盘亏还是回损 都是存货少了 对吧 盘亏呢就是区域盘点 你这个实际上有的 比我账面上少 那比如说让人给偷了 这种相应的情形 一或者是咱遭了灾了 我们去看看 我们毁损了多少的存货 这也是少了 首先我们反复说 少了借 多了贷 一开始 现在存货少了的时候 我们会计对应的存货减少 比如说原材料 或者是库存商品减少 这是资产减少 记在贷方 假如说少的是100元的原材料 好继续 借方是谁呢 借方是贷处理财产损益 因为现在是少了吧 少了借 记在借方 好没完 这个时候 你还看到有增值税的进项税额转出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如果说你已经学完了经济法基础 第四章增值税的内容 那这块您肯定没问题 我怕您万一还没学 所以我从会计的角度上稍微大一句 我们在前头有提到 咱们作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是不是可以抵扣 对吧 好 比如说我们采购进来一批原材料 我就以这个来说 比如说采购进来的是100元的原材料 假设适用的税率是13% 那我们可以抵扣的增值税的进项税额 是不是就是13元的进项税额 好接下来 假设我们只考虑这批原材料 就这100块钱的原材料 它在我们的企业当中去进行加工生产 然后我们给它往外卖 那咱加工生产之后往外卖 肯定比进价100块钱高 对吧 我假设啊 我卖了这个找个简单的数吧 卖了这个200块钱 好吧 那对外去卖的时候 适用的税率 假设也是13% 那么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就涉及到肖像税额了 也就是用不含增值税的价款 乘以适用的税率 确认的肖像税额是26元 针对于这一批材料 从购进来 然后倒给它卖出去 我们如果看 它所对应的要交多少税 是不是应该用肖像减进项 肖像是26元的税 然后呢 进项是13的税 那么我一减完之后 就得到了对应要交多少税 对吧 好 此时想明白了 为什么进项税额让它抵扣啊 因为它加工生产之后 会卖一个更高的价格 交一个更高的税 你交了一个更高的税 所以咱从税务局的角度上来说 我让你扣一个低的税 没问题吧 你交一个更高的税 那我就让你把你购进的时候低的税给扣了 这同时也体现了增值税 是针对于增值额去计税 你看一下 这肖像税额怎么算的 是200元乘以13% 进项税额呢 是100元乘以13% 我提出供应室 是200减100乘以13% 卖出去200元 进价是100元 括号里头得到的不就是增值的部分吗 这是针对于增值的部分去计税 同时也在强调 如果说 您没有 之后给它加工生产成更贵的东西往外卖 交一个更贵的税 那么 之前那个低的税让您扣吗 不让扣啊 您得想明白了 咱是因为交一个更高的税 税务局让我们扣一个低的 如果说我们都不往外交税 然后税务局还让咱扣 这叫什么呀 这叫税务局倒找咱们钱 要什么自行车 天还没黑就开始做梦呢 肯定不行 对吧 所以咱基于这个角度 你就想明白了 现在这批存货怎么了 这批存货没了 比如说是盘亏了 那这批存货没了 以后还能加工生产成更贵的东西往外卖吗 不能了 东西都没有了 你加工空气呀 好 既然不能加工成更贵的东西往外卖 那您原来的进向税额也不准扣了 原来采购这批原材料进来的时候 对应的进向税额肯定当时已经确认了 就咱之前做的借原材料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 代方是钱 现在 这批原材料没了 对应的进向税额不准扣了 所以会有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转出 注意啊 括号里是进向税额转出 那您想 它会导致我们要交的税增加还是减少 会导致要交的税增加 为什么呀 比如说本来我当期可以扣这个13块钱的税 但是因为这批存货没了 这13块钱不让我扣了 那我是不是就得多交13块钱的税 所以它会导致负债增加 负债增加既在贷方 因此我们一旦考虑了税之后 真正转到贷处理财产损益当中的金额 是一个含税的价格 就是既包括原材料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又包含对应转出不让再扣的税 一共是113 好 后面这里我给您写了一个括号 写的是自然灾害原因出外 这块呢是您在经济法基础里头会学的 如果说我们企业现在存货是毁损了 是因为咱们遭了灾 导致这个存货少了 此时是自然灾害的原因导致的 那这个时候您可以理解为 相当于是国家给我们的一个扶持政策 国家税务局啊 国家有关部门啊 就觉得说 你这个单位已经够倒霉了 是吧 被天上掉下来的雷 给炸在了你的这个仓库上 那这样吧 哎 这个本来呢 你这个不让你扣的税 我还是让你扣吧 此时 进向税额就不用转出 是这样的情况 好 但是咱们会计这儿 除非特别去强调自然灾害原因导致的 要不然的话 存货盘亏 考虑的是普通情形 进向税额也要跟着转出 好 我们已经转到了贷处理财产损益之后 接下来 经过批准 去处理的时候是不是会反向转出 之前是少了借 记在借方113 接下来 经过批准处理的时候 就是从贷方出来 一共113 好 再看 借方 我们去 记到谁的身上呢 您看看 说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这仓库 被天上掉下来的雷 给它炸裂了 导致里头有一批货物 确实是毁损了 但假如说 我们这批货物是铁制的东西 那么最后给炸成一堆破铜烂铁 但咱这个企业如果就是用铁做原材料 那么这些破铜烂铁 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残料入库 就是作为原材料 以后接着用 如果有这样的部分 比如说有三块钱的部分 这一块的这个废铁还能用 那我就是借原材料 那亦或者是 我把这些破铜烂铁 我给它卖破烂 卖了三块钱 也行 如果说是涉及到把它卖了 这叫变价收入 但是这个收回来的是什么钱 看题目 有可能是库存现金 好 那继续再看 说有没有人赔呀 假如说 我们给他买了个保险 假如说啊 有人赔 这个保险公司呢 根据我们买的保险 会给我们赔50元 有人赔的部分 记录其他应收款 这个内容 跟前面讲库存现金 这个短缺的时候 有人赔的思路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会看到 咱们还会有一个最终的净损失 那我就是一开始 我一共损失的 这批货物加上税 一共是113 有3块钱 比如说是残料入库了 有50块钱能收回来 还差多少 是不是 还差60块钱 对吧 那这60块钱进哪呢 看看 现在存货少了 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 如果题目当中说 是因为一般经营损失 或者是管理不善的原因导致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给它寄到管理费用当中 但如果说我们这批存货少了 比如说是被天上掉下来的雷 给它批的 那这个时候 首先前头的税 就得考虑一下 是不是进向税额就不用转出了 因为自然灾害的原因除外 好 另外 最终的净损失就会寄到营业外支出当中 您就记着 只要我们提到 自然灾害导致的净损失 肯定是寄到营业外支出里 那如果不是因为自然灾害的原因导致的 比如说是由于仓库管理员小张 没有管好 导致咱这批货物被人给偷了 好 接下来说 偷走了一部分 剩下来的一点 有一个这个什么材料入库5块钱 然后呢 还有这个50块钱是保险公司会赔的 剩下来的净损失 那这不是因为管理员没管好吗 还是寄到管理费用当中 这就是没管好的部分 而且呢 这是扣除掉应有其他人承担的赔款之后 最终的这个损失 有些时候他会说是管理不善的原因 有些时候说的是一般经营损失 有些时候他就是给您描述一下 是咱们自己 比如说仓库管理员没有管好 最终的净损失就寄入管理费用 如果描述的是自然灾害导致的 那最终的净损失就不寄管理费用 而是寄营业外支出 好 这个部分注意一下 后头有很多的题目啊 我一会儿再给您强调 当然 刚才讲完了盘盈 以及盘亏的处理 这两个处理肯定很重要 我在这里没有单独去强调BG打卡 是因为大家还是结合着我的小心点吧 来看一下最终的最核心的处理 首先存货一旦盘盈的时候 多了贷是吧 先寄到贷处理财产损益的贷方 接下来呢就会从借方出来 盘盈的时候 没得说肯定是之前数错了 所以这是管理的问题 另外一方补上管理费用就完了 如果说是盘亏 盘亏是少了 少了借 首先借方是贷处理财产损益 那么转到贷处理财产损益的金额有多少 一个是盘亏的存货的账面的价值 另外一个还得考虑说 如果说它不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原因导致的 只要题目没这么说啊 就默认不是自然灾害的原因导致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进向税额转出 对吧 就用您少了的存货的那个对应的入账的金额 乘以事物的税率 如果涉及到的话 题目当中会直接告诉您对应要转出多少税的 好 接下来再去做处理的时候 贷处理财产损益就要从贷方反向的出来 借方写谁呢 如果涉及到材料入库或者是有变价收入 那我就是借原材料或者是银行存款增加 如果有人赔的部分 不论是比如说保管人员没管好的问题 让保管人员赔 亦或者是保险公司赔 有人赔的部分寄其他应收款 接下来是 如果说最终没有人赔的部分 那这一块寄哪呢 一定是区分情况 如果是自然灾害的原因导致的净损失 寄入营业外支出 这就是非常损失 比如说自然灾害啊 或者是战争啊 但因为现在是和平年代啊 咱考试也不可能有战争的情形 所以您主要就是寄自然灾害 接下来就是 如果说不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原因导致的 那就是我们日常经营管理的问题 最终的净损失 寄的是管理费用 这一页的内容很重要 很喜欢考 好 一会后头带着您去做一些提案 接下来我们强调一个小点 这是今年新风的 小企业的存货发生回损 怎么办 应当按照取得的处置收入 可收回的责任人赔偿和保险赔款 扣除其成本 相关税费后的净额 应当寄入营业外支出 或者是营业外收入 是这样的情形 好 首先这里说发生相应的回损 比如说小企业的仓库被天上掉下来的雷 给它炸裂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直接去算那个净额 那净额怎么算 就是您看看您能收回来多少 你比如说我给它卖破烂 卖了十块钱 然后呢 有人给我赔一百块钱 接下来呢 减去我对应的损失 你这损失的就是你这个存货的损失 比如说这批存货 本来账面上 它的余额是这个两百 而且呢 之前也没有提过跌价准备 好 继续说 由于这批存货没了 那么它所对应的进向税额也要转出 如果要进向税额转出 题目当中会说税额是多少 我这里就不考虑了 如果有的话 您也要给它算进去 好 就把您能够收回来的 减去我对应的损失掉的部分 得到的是最终的净额 直接按照这个净额去进行确认 您看我这里举的 是不是净额是一个负数 证明我是赔了 赔了的话是营业外支出 如果说是算出来一个证数 那就是赚了 赚了是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收入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因为你要是说我仓库被人给炸了 我最终算出来 我居然还赚了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听一下就行了 发生的存货盘盈 盈盈就是多了 按照实现的收益 你就看看多的这一部分 它的收益是多少 直接寄到营业外收入当中就可以了 那发生的存货的盘盔的损失 盘盔就是少了 应当寄到营业外支出当中 所以对于小企业来说 我们总结一下 存货如果说盘盔或者是回损 是不是损失都是寄到营业外支出里 只不过回损那您注意一下 寄进去的是一个净额 好实际上咱们如果说是盘亏 盘亏你寄进去的应当也是净额 但这里没有单独强调 您知道一下就可以 接下来就是盘盈盈盈的话是营业外收入 好这是小企业这里 他就大体提了一下 也没有强调账户处理 我们看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多做几道题 来演练一下 判断题 材料盘亏净损失属于一般经营损失的部分 应当进入到营业外支出科目 错了吧 他都说是一般经营损失 那应该是寄到管理费用当中 这是净损失啊 最终一般经营的损失部分 或者是管理不善的原因导致的 寄的是管理费用 紧非常原因 或者我们说自然灾害的原因导致的 那才是营业外支出 好继续看下一道单选题 某公司因为暴雨回损原材料一批 暴雨属于自然灾害 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该批材料的实际成本为1万元 材料变现的价值为0.05万元 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赔偿0.3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批材料的回损净损失为多少 那我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数学的方式 先算出来 你就看我们能收回来多少钱 一个是变现 是我把它卖破烂 卖了0.05万 另外一个是保险公司给咱赔的 是0.3万 这是能够收回来的钱 减去我对应的损失 我损失的这一批材料的实际成本是1万 那么我一减得到的显然是一个负数 是0.65万 这里直接问的就是净损失 所以不用加负号 好 直接选择币选项就可以了 当然您也可以给他把账务处理都写出来 那就是首先呢 这个借贷处理财产损益 然后呢 把这一批材料的实际成本 在贷方写出来 就是贷原材料是1万 好 接下来就是继续去做下一步的处理 那么贷处理财产损益 是不是就跑到这个贷方去 那么借方看一下 有人赔的部分 记得是其他应收款 0.3万 接下来有变现价值的 因为他这里没说是什么钱 我们假设是银行存款 剩下来的差额 因为这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原因导致的 既的是营业外支出 您如果写账务处理实际上麻烦一点 如果咱能从数学的角度上 把相应的收减去相应的损失给他扣掉得到净损失 也是一样的 这样更快 好 再看一道单选题 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19年6月20日因为管理不善造成一批库存材料回损 该批材料的账面余额为2万元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为2600元 未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关于提跌价准备的内容 一会儿在后头马上讲 好 继续说 收回材料的价值为1000元 应有责任人赔偿5000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企业应当确认的材料混损净损失是多少 那我们照样还是可以从算术的角度来 首先你能够收回来的钱有收回材料价值1000元 以及有人赔的5000元 这是能够收回来的 然后减去我们对应损失的部分 有这批材料的账面余额是2万元 那么再来呢 还有其他的吗 有 因为是管理不善的原因导致的损失 进项税额也要转出 也不准扣了 那这个不能扣的2600的损失也要给它算进去 所以就是对应的收减去对应的损失 得到的是最终的净损失 这是从数学的角度上 当然您也可以把账务处理再罗列一遍 我就不再重复了 我只是强调一下 因为这里反复说是由于管理不善的原因导致的 所以最终的净损失既在管理费用当中 下一道单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 关于企业原材料盘亏及回损 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是 A保管员过失造成的需要赔偿的损失 记录管理费用 有人赔的部分记哪啊 朋友们 应当记的是其他 应收款 对吧 好 接下来说 因为台风造成的净损失 台风是自然灾害 净损失既入营业外支出 表述正确 C应有保险公司赔偿的部分 有人赔的部分是其他 应收款 那么C选项也不对 D经营活动造成的净损失 既入其他业务成本 不对 经营活动导致的净损失既的是管理费用 所以这一道题选择的是B选项 好 每次遇到这种题啊 大家就可以结合着解析 再去巩固一下相应的内容 下一道 判断题 小企业发生的存货盘盈 按照实现的收益 记入营业外收入 发生的盘亏 记到相应的营业外支出当中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这是今年新增的部分 关注一下 接下来 我们再看下一个考点 存货减值 首先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题和转回 资产负债表日 存货应当按照成本 注意这个成本应当是实际成本 而不是计划成本啊 如果是计划成本要调成实际数 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数低计量 停 这句话听过吧 听过 在最前面给您讲 会计要素 计量属性的时候 讲可变现净值的时候就说过 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可变现净值 那就是 我估计把存货卖出去 能够得到的钱 减去为了卖它而要花的钱 咱们在终极考试当中 这个部分会给您讲的很细致 很复杂 但是初级只考最简单的 我就不给大家深入说了 看一下 那它的可变现净值就是 比如说 我估计把这批存货卖出去 能卖100元 但是我为了卖它 需要发生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假如说2块钱 以及呢 相关的销售费用和税费 是5块钱 那么我最终的可变现净值 就是93元 是这样的情形 如果题目当中没有提 有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就默认这里是零 相关的税费 肯定不用你自己算 题目当中 如果设计会直接给 而且咱们初级在这块考的相对上 好 可变现净值 我们学过了 并且在这里也复习了 接下来就是成本 成本是指期末存货的实际成本 这个成本题目当中 通常是直接给的 比如说成本是100元 那么你看一下 这个存货 到了期末 应当按照哪一个数计量 存货 在期末 应当按照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 数低计量 谁低 93低 所以会按照93去进行计量 那有同学说 不对呀 账面上是100呀 现在我要调成93 难道我要写 相应的存货减少吗 比如说 这是库存商品 我要记库存商品减少100吗 不用 因为库存商品有对应的背底类的科目 就是存货跌价准备 好我们一会会给您去强调啊 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思路来看 现在咱举的例子就是说成本 到了期末是100 因为成本是题目当中会直接给的数 可变现净值 我们自己算了 是93 此时就是可变现净值93 小于成本 因为在前头说了 到了期末是成本与可变现净值数低 谁低呀 93低 所以到了期末 存货要按照低的可变现净值 也就是93的金额去计价 假设他之前没有提过跌价准备 那此时就是第一次提 提多少呢 就是提这个差额 差额就是100减去93 就是提7的跌价准备 这是7元的跌价准备 说既提存货跌价准备 并且记录损益 因为做账务处理的时候 我们一会后头会说 是借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是损益类的科目 这就记录损益了 代方是存货跌价准备 这就记到存货跌价准备里头了 好说一下 存货跌价准备是资产背底类科目 那么资产类科目是借加代减的 背底相反 它是借减代加的 继续看 如果说 如果说题目当中给的数据是 到了期末成本 假如说是90 而可变现净值是93 这回谁低呀 成本低 那么我们就按照成本来就行了 如果之前没提过跌价准备的情况下 这意味着我们是不是账面上是成本 是90 那现在也是按照90来 我们就不需要去提 减值了 是这样的情形 好 继继续看 有些时候我们前面因为发生了减值 给它提了跌价准备 但是之后减值因素又消失了 比如说原来呢 都说我们那批货物过时了 导致发生了减值 我们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确认了资产减值损失 您知道这个时尚 它是一个轮回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的这个产品又成了最时髦的产品 那是不是相应的减值因素消失了 此时我们应当在原来已经具体的存货 跌价准备的金额之内予以转回 注意一下这一点 比如说咱们原来如果提了7块钱的存货跌价准备 之后它价值上升了 您撑死 能够给它把这7块钱的跌价准备 都给它恢复了 也就是反向做处理 原来是借资产减值损失 待存货跌价准备 现在反过来 但是您不可能说 我原来就提了7块钱 我现在给它恢复10块钱 可能吗 不可能 它没有 咱有多少说多少的话 是吧 您要7块钱之内 恢复多少 我们就给它去做多少处理 但您要超了7块 我们也没有啊 好这里是大体说一下会计处理 具体的账务处理呢 看这里 首先科目设置 为了反映和监督企业存货跌价准备的 具体转回和转销的情况 企业应当设置 重新来 企业应当设置存货跌价准备科目 跌价损失的借方 即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好 首先 存货跌价准备 我再说一遍 是资产背底类科目 借减代价 一旦既提跌价准备的时候 它就在带方增加 那如果说 实际发生存货跌价损失 以及涉及到转回存货跌价准备金额的时候 你比如说 我们确实的把这批货物卖出去了 确实发生了损失 它就会在借方减少 一或者是 我们原来提的这个存货跌价准备啊 由于现在减值因素消失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去这个转回啊 转回就会从借方转回 一会会去讲账务处理 这两个账务处理都会说 余额呢 一般代表是增加的一方 也就是带方 反映企业已经计题 但尚未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 我们到底计题多少存货跌价准备 这个内容不难 一起来看一下 当期应当计题的存货跌价准备 应当是存货成本减去可变现净值 这个金额再减去存货跌价准备 已有的带方余额 停 什么意思 首先肯定要先算出来 存货成本减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为什么 如果说 如果说啊 如果说成本是小于可变现净值的 比如说成本是 这个就是可变现净值是93 那我们还需要提减值吗 不用啊 因为这个时候不是成本比可变现净值低吗 那我就按照成本来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提减值 一定得是可变现净值 小于成本的时候 才会涉及到要提减值 或者说是提跌价准备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时候说提减值 有些时候提跌价准备 是一个意思啊 因为账务处理的部分 借方是减值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方是存货跌价准备 所以这个处理 您既是提减值 又是提跌价准备 是一样的啊 不用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按照刚才的举例 可变现净值是93 而成本呢 是100 此时我们就是用成本100 减去可变现净值93 得到了7 这是7元的减值 我的单位是元 那我一定按照7块钱去提减值吗 不一定 为什么 您还要考虑之前有没有提过减值 咱从初级考试的角度上 一般都是之前没提过减值 如果题目当中压根没有说之前提没提减值 默认的是没提 有些时候 他是直接告诉你 之前未提过减值准备 那就很明显更是没提 只要他没有特地强调说提了 要不然我们就默认的是没提 好 你看啊 这个存货跌价准备 因为他是资产背底类科目借减代价 如果题目当中说 在本次提减值之前 这个账户贷方有余额3块钱 那这意味着之前已经提了3块钱的跌价准备了吧 而我们刚才算出来 现在存货成本比可变现净值高了7块钱 我们应该提7块钱的跌价准备 而现在呢 已经提了3块钱 那我再提多少 我再提4块钱 就完了 到这就结束了 好 这就是一旦算出来是大于零的 那我是不是就应该补提跌价准备 这就是借资产减值损失 后边的明细不用备啊 我去补提4块钱的 代方呢 是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是资产背底类科目 记题的时候就是在代方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是损益类当中的费用类 因为它是损失吗 是支出吗 增加的时候就是在借方 如果说啊 如果说您减出来是个负数 那么你就要看题目的表述 通常题目当中会说 比如说之前的减值因素消失 那么我们就会涉及到 将已经具体的跌价准备转回的问题 但肯定是在已具体的存货 跌价准备的范围之内 您不可能说我只提了4块钱的跌价准备 我要转回来50的肯定不行 好所以一旦涉及到减值因素消失 那就是账务处理反过来 但是您要看一下 它这个相应的转回的金额是多少 好借存货跌价准备 因为存货跌价准备要从借方减少 另外一方是资产减值损失 还有一种情形 是说我们之前提了存货跌价准备之后啊 我们把这批存货给它卖出去了 您比如说我们之前给您举的那个例子 说的是这批存货 它的这个账面的成本是不是100 然后我们给它提了对应的跌价准备 假如说我们一共给它提了7块钱的跌价准备 现在您一旦把它卖出去了 假设这是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卖出去是不是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对应会去截转主营业务成本 好 首先在贷方减少的库存商品 就是它账面的那个数 比如说是100 之前假如说啊 假如说我们之前给它提了7块钱的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原来增加的时候在贷方 您现在往外卖 卖出去了之后是不是存货都没了 存货跌价准备也要在借方给它消掉 好 这个时候 它是在借方减少7元钱的 那么剩下来的是不是就剩了一个93 这是根据有借币有贷 借贷币赃等倒计出来的吧 在借方确认主营业务成本 而这93元就是存货的账面价值 看好了啊 咱们这些存货的账面价值 比如说库存商品的账面价值 应该是它的成本 有些时候写的是账面的余额 它们是一个意思 减去对应题的跌价准备 得到的是它的账面价值 如果说是原材料也一样 那就原材料的成本或者是余额 也就是账面余额 减去对应题的跌价准备 得到的是它的账面价值 所以最终发出存货的时候 您呢 要把它的账面余额 或者说是账面成本给它消掉了 然后把它之前提的跌价准备也给它消了 最终是按照账面价值转到的主营业务成本 如果说卖的是原材料 那这就是其他业务成本 好看一下这道单选题 2019年12月31日 某企业一商品账面余额为300万元 由于市场价格下跌 该商品预计可边线净值为250万元 继续说 存货跌价准备科目期末余额为零 好看清楚 账面余额是300万 之前没有提过存货跌价准备 那我们直接就是看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就是成本吧 前面提了 成本与可边线净值谁低呀 可边线净值低 我们应当按照可边线净值来计量 由此您知道 我们应当提存货跌价准备 提多少呢 就是差额50万 提的时候 借资产减值损失 A选项一看就不对 应该是资产减值损失 而不是营业外支出 也不能是管理费用 也不能是信用减值损失 咱们在初级阶段 按照教材上 需要我们掌握的账务处理来说 您学到信用减值损失的 就是应收账款减值 就应收账款 提坏账准备的时候 实际上呢 对于下一章 你会涉及到的 那个债权投资 提减值的时候 也是信用减值损失 但是我们教材上 没有要求您掌握账务处理 好 其他的都是资产减值损失 贷方呢 是存货跌价准备 看一下 借贷方向 科目金额都没问题 选B 继续 下一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 影响企业资产负债表日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 有 跟存货的账面价值有关系吗 没关系 我们要看的是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熟低 所以要看一下成本 对吧 那他继续在这里 这个递选项说的是 存货至完工 估计要发生的成本 这不是咱们说的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熟低的成本 这是进一步加工的成本 这是不是 是我们计算可变现净值的时候 要从估计售价里头扣掉的 进一步加工的成本 以及相应的销售费用和税费 所以在这里选的是BCD 三个选项 好到这 关于存货的内容 就都给大家说完了 内容很多 我们快速的总结一下 首先关于初始确认成本呢 如果是从外头买来的 外购成本等于价费税 税一定得是不可扣的税 如果是自制的存货 它的成本就是料工费 再有就是委托外单位加工完成的存货 这一块我们在委托加工物资那也有 对吧 有实际耗用的原材料 加工费 以及往返的各种杂费 还有税 税一定得是不可扣的税 那么现在知道 重点关注消费税 如果拿回来之后 直接用于对外销售 那这个税不可扣 记录成本 如果拿回来之后 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这个税就是可以扣的 就不能记录成本 除此之外 注意一下那些杂七杂八的费用 比如说合理损耗 您如果是从外头买来的存货 合理损耗应该记在成本 但是不能重复往上加 也不能往下扣 仓储费 入库前的记录成本 入库后的一般都不记录成本 记录管理费用 除非是为了达到下一生产阶段 必须的仓储费用 记录成本 设计费 没特别说明不记录成本 如果说了是为了特定的客户 以及能够确定金额 那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是记录成本 接下来是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这四种方法有那些 要知道 先进先出法是按照排队来 没什么可说的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是到了月底 我们用总的成本 除以总的数量 算出存货的单位成本 然后再往外发 移动加权平均法 是每一次采购进来 都要重新去算单位成本 成本一加成本二 除以数量一加数量二 要注意一下 中间有没有发出去货物 那对数量会有影响 接下来呢 就是对应的这个原材料 原材料呢 注意实际成本法 以及计划成本法 实际成本法下 收入发出节存 都是实际成本 并且再涂的物资 用的是再涂物资 咱们考试95% 都是实际成本法 接下来是计划成本法 计划成本法下 材料收入发出节存 都为计划成本 别忘了 接下来就是两个 很重要的账户 一个是材料采购 注意分布法下 借方实际 代方计划 也就是届时代需 但如果是合并版的处理 借方和代方 都是实际成本 材料成本差异 借方超支 代方节约 发出相反 另外这个地方 还会涉及到一个 材料成本差异率的计算 记得吗 就是用总的差异 除以总的计划成本 乘以百分百 您把这个算出来了 剩下的都简单 周转材料呢 我就强调一下包装物 因为低值一号品 考到的概率很低 包装物这里呢 您需要关注 如果是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也就是随同商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那这是 是不是为了销售花的钱 以及出借的包装物 对应的成本 那这都是为了销售 而承担的 记得是销售费用 接下来是 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那它就会单独确认收入 对应就会单独截转成本 出租也是一样 因为出租会有相应的租金收入 委托加工物资 那消费税 我刚才说过了 我不再除付 接下来是库存商品 重点关注毛利率法 以及售价金额法 毛利率法和售价金额法 都是关注粗略估计的利润 毛利以及进销差价 就是粗略估计的利润 毛利率法下 毛利都是直接给的 所以这没有什么问题 售价金额法下 先把商品进销差价率算出来 也就是粗略估计的利润率 是用总的进销差价 除以总的售价乘以百分百 剩下来的这个计算比较简单 大家就结合着前面的那两道题 把握就OK了 消耗性生物资产 是今年新增的内容 我需要您把握的点 都在这里列出来了 一个是消耗性生物资产 大概有哪些 需要您看一下 万一出个选择提要贵 账户处理这里呢 我只强调几个要点 一个是比如说涉及到外购成本啊 以及题目当中说的各种 必要的支出啊 补值的后续支出 生产过程当中发生的 应当归属于 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这些费用 这些呢 在做处理的时候 都是借消耗性生物资产 代方式对应的钱 或者是像个 这个比如说应付职工薪酬啊 等等 好再来管护费用 管护费用是最具有可考性的 在预币前 寄到生产性生物资产 预币之后 你就可以理解为 这数涨好了之后 寄的是管理费用 这一条是最有可考性的 接下来就是出售时 也得确认收入 节赚成本 如果说消耗性生物资产 您就想要给它 五分钟的时间去计 或者说两分钟的时间去计 就计消耗性生物资产 大概有什么 以及这个管护费用 这是考到概率最高的 接下来就是存货清查 如果盘盈 那么肯定是没管好 最后寄到管理费用 如果说是盘亏 有人赔的 寄其他应收款 如果说是收到赔款 仍然不足的部分 那么就看 如果是管理的原因导致的 或者是一般经营当中的损失 进入管理费用 如果是自然灾害导致的净损失 进入营业外支出 存货减值这里呢 在咱们初级考试这里 重点把控的就是 存货到了期末 是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数低伎量 好 再来就是万一要提减值 可变现净值 和成本之间的差额 您先要算出来 这是应该有的 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 减去之前已经提到 得到的是 我当期还要提多少 好 到这里 整个第四个关卡 存货的内容 也给您说完了 这个关卡的内容非常的多 大家辛苦了啊 好 那我们到这 整个第三章的内容 也已经结束 这意味着 全书的通关进度 达到45% 就差不多小一半的内容 我们已经走过去了 恭喜您啊 也恭喜我 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进入到 下一场应战当中 就是第四章 非流动资产内容的学习 您应该已经知道了 当中会涉及到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债权投资内容 相应的学习 好 那么如果说 您还想要跟其他小伙伴 一起交流的话 可以去我的微博当中交流 也可以在马晓鑫的超话里头 去进行学习杂卡 如果说您有什么 学习上面的问题 也可以在冬奥的答疑板上问 好 本讲就到这里